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在12号下午无日景大规模喷发 橘红色的岩浆猛烈喷发 火光照亮夜空画面相当的壮观 而大量的火山灰也落在下方的城镇落 不过当局并没有撤离居民的计划 橘红色的岩浆猛烈喷发 火光照亮夜空画面相当壮观 农烟直窜天际 大量火山灰笼罩下方城镇 空气品质堪忧 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 最近地底活动频繁 12号下午开始大规模喷发 空气弥漫大量火山灰跟蒸汽 岩浆从地底窜出 当局表示目前没有撤离居民的计划 会密切关注喷发情况 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也照常运作 这是埃特纳火山今年第三次喷发 今年8月和5月都有发生火山活动 而且规模都不小 5月份的喷发整座城市浓雾密布 火山灰夹杂与水形成石块从天而降 还一度造成当地机场暂停起降 索性没有任何人伤亡 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最高的火火山 也是全球最活药的火山之一 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朝圣 专家建议走访火山时 除了小心形势 也需要由专业导游领队 才能确保自身安全 张永腾编译